您瞧瞧 都逛到武林春色这边来了 这淑妃呀 淑妃好些了 本宫才能安心些呀 皇上真会来这儿 金中公公说了 皇上这几日忙完正午 才会往远些的景致走走 昨日就来过这儿 还说景致不错呢 那本宫就在这儿唱着 反正这地儿偏也没人 若能让皇上听见 就更好 月份大了 多走动走动也好 到时候生得快 十二个新桑 皇上伤心 谁还在这儿唱这些曲儿呢 听着倒像是令妃的声音 回皇后娘娘 听说这些日子 令妃找了师父 学习昆曲唱词呢 怪不得 容佩 你去看看吧 不管是谁 在十二哥丧妻 唱这些欢词迷曲 一律到十二哥临位前 会让一天一夜做法 是 容姑姑 皇后娘娘一指 十二个丧妻唱欢词弥曲者 去十二个临位前罚贵一日一夜 主啊 别气了 气着自己那多不划算 谁想到皇上没来 还让皇后娘娘听见了呢 敬忠公公 敬忠 你给蓝翠放的什么消息 现在本宫唱曲儿被皇后听见 要罚贵十二个临前了 不怎么着 你还想不信奴才吧 你是故意放错消息给蓝翠的 自打凌云彻回来 您都快把奴才给忘了吧 你就这么不放心本宫啊 本宫心里 早就没有凌云彻这个人了 真的 你若不信 本宫发誓 别呀 瞧您这手 多嫩哪 这要在每个人心疼得多可惜呀 皇后娘娘已是迎击而亏的月亮 您这才是正要盛放的画骨点 别拿话宽为本宫了 又不是你们去罚贵 贵又怎么了 眼下人家还在风头上呢 您该忍就忍忍了 否则能成什么事啊 金种 本宫只能指望您了 李爷姐 您指望我 奴才我还指望您呢 你说过 你心里有本宫的 奴才我心里是有您 可奴才也只是奴才 您得自己拼命往上爬 奴才才能拿着肩膀顶着您爬得稳稳地站住了 可本宫怎么往上爬呀 本宫现在 也爬不上去呀 一时爬不上去 您得看看周围的情势啊 眼下十二个心丧 皇上格外心疼淑妃 得空就去看她 皇后也一向与她交好 淑妃若挺过这一阵去 今后就更没您什么事了 那如何是好 淑妃这身子骨 轻轻推一把就没了 您不是一直也惦念着她的吗 可别共亏一亏呀